这一弟子墨家拳第六代传人张国琛先生则一武也道 在系统的学习掌握了林耀贵一脉的龙行拳 和林印堂一脉的墨家拳界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学习了刘铁成先生所传的武当派太乙们的内功和拳法剑术 以及武台山大波若宗的禅功圆拳 还有自然门的一些技法 把传统的内功锻炼方法 文武兼修 积物双变之术和古老的墨家拳界有机的结合起来 极大的丰富了墨家拳界的内容和内容 并培养出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墨家拳新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